养殖产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 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 很多养殖户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 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产 都是因为证件不全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 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然一划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 提高自己的收入 建设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养殖场 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辖区内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授与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 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妇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 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 选址 适施 适施 适备等条件 第三 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 数量 肿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 饲料药物的名称 肿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严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 空气污养 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猪圈、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积压鹅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拉了一地的积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村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审批之后 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进行整顿 第三、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发展经济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场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陶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陶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陶率增加 养户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陶率 影响鸡死陶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鸡鸟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鸡鸡鸡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鸡的死陶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鸡的体内 给鸡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鸡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鸡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霉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 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鸡身上的抗体 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死亡率高得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 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 饲料 肌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 肢源体 因为肢源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坐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严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 空气污养 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 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 猪圈 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鸡鸭儿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鸡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称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 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审批之后 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 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进行整顿 第三 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 发展经济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场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 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 很多养殖户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 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 都是因为证件不全 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 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 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容易划走 你又忘记了 一 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提高自己的收入 建设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养殖场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授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妇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授亿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 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 选址 试施 试备等条件 第三 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 数量 种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 饲料药物的名称 种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授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 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得鸡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鸡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一 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斑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肌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 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连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 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 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首免 恶免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恶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 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 绝大多数的养殖户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首免或者是恶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机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即可发生的 第五 动肝苗和油苗免疫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他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 很多养殖新手误认为 继免疫后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 从不给当机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他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度的问题 其实机群发病恰恰就是抗体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 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机防治大肠杆菌 陷阱胃炎 肠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 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 转发 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事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进的鸡苗回来 质量很好 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30天或者是40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刚进回来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疾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 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倒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一定要做好大肠杆菌 沙门士菌 霉菌 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 根据当地的疾病流息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要做好上面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 五到七日零用大光领可霉素 做好资源体的预防 资源体控制不好 这批地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黏住屁股就是白利 第四 鸡出现饲料变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 肠炎 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变 第五 做完疫苗之后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 鸡发生球虫时比较喜欢吃碎料 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 新肠液多鉴于拉黄白绿色西变 同时拉白色西变的这种肌多鉴于瘫痪 第八 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肌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效果比较好 第九 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 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 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 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 不要做疫苗 很容易造成病疫失败 现在养鸡没有经验 没有方法 养鸡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是养鸡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陶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陶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陶率增加 养户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陶率 影响鸡死陶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肌的死陶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肌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肌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煤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鸡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 鸡身上的抗体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 死亡率高得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到的腺胃炎 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 饲料 鸡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 因为资源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坐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严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 空气污养 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委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 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 猪圈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鸡鸭鹅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拉了一地的鸡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村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审批之后 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 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进行整顿 第三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发展经济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场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很多养殖户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都是因为证件不全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然一划走你又忘记了 一 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提高自己的收入 见识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养殖场 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辖区内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受益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妇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 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 选址 试施 试备等条件 第三 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 数量 种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 饲料药物的名称 种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 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得鸡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鸡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一 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搬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肌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 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年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 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 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首免 恶免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恶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 绝大多数的养殖户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首免或者是恶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机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即可发生的 第五 动肝苗和油苗免疫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他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 很多养殖新手误认为 继免疫后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 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 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 从不给当机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他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度的问题 其实机群发病恰恰就是 抗体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 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机防治大肠杆菌 陷阱胃炎 残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 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 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事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进的鸡苗回来 质量很好 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三十天或者是四十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刚进回来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鸡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 导致鸡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倒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 一定要做好大肠杆军沙门士军霉军 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根据当地的疾病流息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要做好上面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五到七日零用大光零可霉素做好资源体的预防 资源体控制不好这批地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黏住屁股就是白粒 第四鸡出现饲料变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 肠炎 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变 第五 做完疫苗之后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 鸡发生球虫时比较喜欢吃碎料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 新成义多鉴于拉黄白绿色西变 同时拉白色西变的这种鸡多鉴于瘫痪 第八 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鸡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效果比较好 第九 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 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 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不要做疫苗 很容易造成病疫失败 现在养鸡没有经验 没有方法 养鸡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是养鸡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死逃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逃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逃率增加 养护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逃率 影响鸡死逃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鸡的死逃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鸡的体内 给鸡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鸡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鸡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煤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鸡身上的抗体 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饲料 肌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滋元体 因为滋元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陶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陶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陶率增加 养护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陶率 影响鸡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鸡的死陶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肌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肌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 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霉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 鸡身上的抗体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 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饲料、肌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脂原体 因为脂原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沿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空气污养、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 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 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 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猪圈、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 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鸡鸭儿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鸡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称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 审批之后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进行整顿 第三、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 发展经济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城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 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 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 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很多养殖户 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都是因为证件不全 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容易滑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提高自己的收入 见识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养殖场 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 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受益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户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 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选址 试试 试备等条件 第三 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数量 肿苗的来源以及进出栏的记录 饲料药物的名称 肿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 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的鸡 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鸡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以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斑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鸡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连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首免二免 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二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 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绝大多数的养殖户 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首免或者是二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肌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即可发生的 第五动肝苗和油苗免疫 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他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很多养殖新手 误认为继免疫后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 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 从不给当机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他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度的问题 其实肌群发病恰恰就是抗体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肌防治大肠杆菌 陷阱胃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 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 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事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进的鸡苗回来 质量很好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30天或者是40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刚进回来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疾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 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到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一定要做好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煤菌 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根据当地的疾病流息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要做好上面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五到七日零用大光零可煤素做好脂原体的预防 脂原体控制不好 这批鸡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粘住屁股就是白粒 第四肌出现饲料变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肠炎、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变 第五做完疫苗之后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肌发生球虫时比较喜欢吃碎料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新肠液多鉴于拉黄白绿色稀变 同时拉白色稀变的这种肌多鉴于瘫痪 第八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肌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效果比较好 第九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不要做疫苗 很容易造成病疫失败 现在养鸡没有经验没有方法 养鸡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是养鸡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使逃率低于2%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逃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逃率增加养户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逃率 影响鸡死逃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鸡的死逃率 一粘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粘膜保护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粘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粘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粘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鸡的粘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鸡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煤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鸡身上的抗体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到的腺胃炎、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饲料、鸡舌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脂原体 因为脂原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坐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沿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空气污养、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 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 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 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猪圈、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 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积压 而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积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称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 审批之后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进行整顿 第三、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发展经济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城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很多养殖户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都是因为证件不全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然一划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提高自己的收入 见识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养殖场 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 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授与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妇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 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选址 适施 适施 适备等条件 第三 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 数量 种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 饲料药物的名称 种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 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泛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 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的鸡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鸡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一,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搬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鸡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连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首免、二免 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二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 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绝大多数的养殖户 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首免或者是二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肌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即可发生的 第五,动肝苗和油苗免疫 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他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很多养殖新手 误认为继免疫后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 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从不给当机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他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度的问题 其实肌群发病恰恰就是抗体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肌防治大肠杆菌,献疾胃炎,残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事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进的鸡苗回来 质量很好,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30天或者是40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干净回来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疾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 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到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一定要做好大肠杆菌 沙门士菌、霉菌、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根据当地的疾病流息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要做好上面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五到七日零用大光零可霉素做好脂原体的预防 脂原体控制不好 这批鸡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粘住屁股就是白粒 第四,鸡出现饲料变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肠炎、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变 第五,做完疫苗之后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鸡发生球虫时比较喜欢吃碎料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新肠液多鉴于拉黄白绿色西变 同时拉白色西变的这种鸡多鉴于瘫痪 第八,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鸡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效果比较好 第九,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 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 不要做疫苗,很容易造成病毒失败 现在养鸡没有经验,没有方法 养鸡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是养鸡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沿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空气污养,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猪圈、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鸡鸭儿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鸡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村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审批之后 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进行整顿 第三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发展经济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场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很多养殖户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都是因为证件不全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容易滑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提高自己的收入 见识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养殖场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授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妇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 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 选址 试施 试备等条件 第三 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 数量 种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 饲料药物的名称 种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 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得鸡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鸡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一、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搬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肌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年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首免、恶免 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恶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 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绝大多数的养殖户 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首免或者是恶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基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即可发生的 第五、动肝苗和油苗免疫 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它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很多养殖新手误认为 肌免疫后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 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 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从不给当机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它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 的问题 其实肌群发病恰恰就是抗体 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肌防治大肠杆菌 陷阱胃炎、残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 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 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 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四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 进的鸡苗回来 质量很好 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三十天或者是四十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干进回来 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疾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 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 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到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一定要做好 大肠杆菌、沙门士菌、霉菌 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根据当地的疾病流息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要做好 上面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五到七日零用大光 宁可霉素做好脂原体的预防 脂原体控制不好 这批鸡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黏住屁股就是白粒 第四、鸡出现饲料变 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肠炎、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变 第五、做完疫苗之后 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鸡发生球虫时 比较喜欢吃碎料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新肠液多鉴于拉黄白绿色西变 同时拉白色西变的这种鸡多鉴于瘫痪 第八、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积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效果比较好 第九、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 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 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 不要做疫苗 很容易造成病毒失败 现在养肌没有经验、没有方法 养肌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是养肌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肌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桃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肌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肌死桃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肌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肌的死桃率增加 养护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肌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肌的死桃率 影响肌死桃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肌的死桃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肌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肌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酿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酿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煤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鸡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鸡身上的抗体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饲料、鸡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脂原体 因为脂原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陶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陶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陶率增加 养护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陶率 影响鸡死陶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鸡的死陶率 一、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粘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粘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粘膜进入鸡的体内 给鸡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粘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鸡的粘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 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鸡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煤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鸡身上的抗体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 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 饲料 肌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 肢源体 因为肢源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陶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陶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肌的死陶率增加 养户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陶率 影响鸡死陶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肌的死陶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肌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肌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样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样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 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 一定要保证没有煤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 鸡身上的抗体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 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到的腺胃炎 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 饲料 肌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 脂原体 因为脂原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坐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沿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 空气污养 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 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 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 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 猪圈 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 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鸡鸭儿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鸡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村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 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 审批之后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 进行整顿 第三 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 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 发展经济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城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 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 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 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很多养殖户 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都是因为证件不全 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容易滑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 提高自己的收入 见识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 养殖场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授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户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选址、适施、适施、失败等条件 第三,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数量、肿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饲料药物的名称、肿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 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 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得鸡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鸡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一、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斑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肌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连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 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熟免、恶免 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恶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 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绝大多数的养殖户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熟免或者是恶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机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即可发生的 第五、动肝苗和油苗免疫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他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很多养殖新手误认为继免疫后 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从不给当机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他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度的问题 其实肌群发病恰恰就是抗体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肌防治大肠杆菌、陷肌胃炎、肠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 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 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四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 近的鸡苗回来 质量很好 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三十天或者是四十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干进回来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疾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 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倒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 一定要做好大肠港军 沙门士军 霉军 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根据当地的疾病流息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要做好上面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 五到七日零用大光零可霉素做好资源体的预防 资源体控制不好这批鸡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黏住屁股就是白粒 第四 鸡出现饲料便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 肠炎 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便 第五做完疫苗之后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 鸡发生球虫时比较喜欢吃碎料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 新成衣多鉴于拉黄白绿色西变 同时拉白色西变的这种鸡多鉴于瘫痪 第八 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鸡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效果比较好 第九 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 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不要做疫苗 很容易造成病疫失败 现在养鸡没有经验没有方法 养鸡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是养鸡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陶率低于2%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陶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陶率增加 养户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陶率 影响鸡死陶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鸡鸡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 该怎样降低肌的死陶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肌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肌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 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煤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鸡身上的抗体 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饲料 肌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滋元体 因为滋元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鸡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陶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鸡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鸡死陶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鸡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陶率增加 养护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鸡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陶率 影响鸡死陶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该怎样降低鸡的死陶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通过黏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肌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肌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 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霉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 鸡身上的抗体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 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肌胃炎 控制好水质、饲料、肌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脂原体 因为脂原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沿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空气污养、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 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 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 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猪圈、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 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积压额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积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称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 审批之后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 进行整顿 第三、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 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 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 发展经济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城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 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 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很多养殖户 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都是因为证件不全 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容易滑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提高自己的收入 见识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养殖场 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受益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户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选址、适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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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条件 第三,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数量、肿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饲料药物的名称、肿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 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得鸡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鸡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一,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斑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肌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年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熟免、恶免 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恶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 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绝大多数的养殖户 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熟免或者是恶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机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即可发生的 第五,动肝苗和油苗免疫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他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很多养殖新手误认为 继免疫后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 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 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从不给当机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他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度的问题 其实肌群发病恰恰就是抗体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肌防治大肠杆菌 陷阱胃炎,肠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 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四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 近的鸡苗回来 质量很好,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30天或者是40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刚进回来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疾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导致 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到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一定要做好 大肠杆菌、沙门士菌、霉菌 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根据当地的疾病流息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要做好上面 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五到七日零用大光零可霉素 做好脂原体的预防 脂原体控制不好 这批鸡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 粘住屁股就是白粒 第四,鸡出现饲料变 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肠炎、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变 第五,做完疫苗之后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鸡发生球虫时比较喜欢吃碎料 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新肠液多鉴于拉黄白绿色西便 同时拉白色西便的这种鸡多鉴于瘫痪 第八,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积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效果比较好 第九,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 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 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 不要做疫苗 很容易造成病毒失败 现在养肌没有经验,没有方法 养肌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是养肌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肌做好这三种方法 死桃率低于2% 你相信吗? 如果忽略了这三个关键点 养肌就会让你倾家荡产 养肌死桃率直接关系到养殖户 养肌是亏还是赚 特别是后期鸡的死桃率增加 养股的损失就会更大 养肌如果你想赚钱 就得有效控制鸡的死桃率 影响肌死桃率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饲料的质量 鸡苗疾病的流行情况 饲养管理是否到位 预防程序是否成功等因素 比如像鸡苗 饲料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就无法保证它的质量好与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选择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落地性和实用性 我总结了三个要素 通过这三点告诉你 该怎样降低肌的死桃率 一 黏膜的保护是至关重要 现在关于呼吸道黏膜保护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不到 现在很多情况下 都是呼吸道黏膜被破坏 有很多病原微生物 通过黏膜进入肌的体内 给肌带来一系列的疾病问题 所以保护黏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肌的黏膜呢 很简单 建议大家经常为浓缩的鱼干油 每次预防免疫之后的第二天开始使用 连续使用三天 如果是呼吸道症状和肠炎症状的时候 可以使用五到七天 对肌的康复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饲料和水的质量保证 我们想要养鸡来给我们赚钱 就得养鸡吃好喝好 住好 鸡是定期消毒 饲料的煤变检测 水质的检测 这些你们都做到了没有 只要我们付出了 鸡才会给我们回报 所以养鸡一定要用专业的心态去管理鸡群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首先加强水质的检测 很多人说纯净水设备很好用 但是造价比较贵 不是大型养殖企业很难承受这个价格 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的价格也不贵 可以用到八到九年 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情况下鸡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 另外饲料方面一定要保证没有霉变 虽然你控制不了饲料厂家的生产流程 但是你一定要使用靠谱的饲料厂家 第三预防程序养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养鸡想必很多的养殖户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 越养越害怕给鸡做预防程序 担心鸡的应激爆发呼吸道病 导致养殖户害怕做预防程序 现在的预防种类和次数是越来越多了 也觉得很麻烦 如果我们不注重打预防鸡身上的抗体 几乎是没有的 后期一旦发病死亡率高的超乎你的想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一定要控制好消化道的腺胃炎 鸡胃炎 控制好水质 饲料 鸡色的温湿度 控制好呼吸道 滋元体 因为滋元体是个很大的幼病条件 所以这些都是养鸡的核心工作 我们一定要坐到位 如果你们没有预防程序的表格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领取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沿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 空气污养 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 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 猪圈 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 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鸡鸭儿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鸡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村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 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 审批之后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 进行整顿 第三 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 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 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 发展经济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场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 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 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 很多养殖户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 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 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 都是因为证件不全 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 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 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容易滑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 提高自己的收入 建设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 养殖场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 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受益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户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无害化处理 以及养殖场的布局、选址、试施、试备等条件 第三,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数量、种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饲料药物的名称、种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 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 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 为什么有的养殖户养得及到中后期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死亡 甚至是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他们给其做预防程序不注意这八大错误 就会造成免疫失败 也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一、很多养殖户在预防程序的制定上喜欢生搬硬套 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疾病流行情况 以及自家的肌群抗体水平的高低 而制定属于自己的科学免疫程序 第二、过度依赖进口的疫苗 而且还喜欢使用多年苗 还认为它的预防比较广泛 其实这是对疫苗认知上的错误 选择疫苗要结合抗体检测 科学免疫这才是成功之道 疫苗的连数越多 抗体就会越弱 第三、很多养殖户在给当机进行熟免、饿免 或者再次免疫时 喜欢使用不同毒株的疫苗 总认为多用几个毒株保护率会更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免疫是需要进行饿免 甚至是多次免疫 所产生的保护率才会更好 第四、绝大多数的养殖户都是这样认为 夏季温度比较高 病毒病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因此不需要进行熟免或者是恶免 这是极大的错误 很多机的病毒病是一年四季居渴发生的 第五、动肝苗和油苗免疫 建议进行联合免疫 原因是他们所产生的免疫机制不同 这样可以产生互补 由此以来可以达到巩固免疫的作用 有很多养殖户就会说 我做了动肝苗就不需要做油苗了 这是不对的 第六、很多养殖新手 误认为继免疫后马上就会产生抗体 实际不是这样的 动肝苗免疫之后所产生的保护率 是在免疫之后的第七天 油苗所产生的抗体时间 是免疫之后的第14天 才能够形成保护 第七、从不给蛋鸡做抗体检测 认为做完疫苗之后就没事了 即使做了抗体检测 他们也只是看看平均数 根本就不重视抗体均匀度的问题 其实鸡群发病恰恰就是抗体不均匀所引起的 第八、不管是做任何免疫之前 一定要给鸡防治大肠杆菌、陷阱胃炎 否则疫苗吸收不好 甚至是不吸收 由此造成免疫失败 以上的这八个注意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 把它收藏起来 今天李师兄教你十个非常厉害的养鸡小妙招 一定会让你养鸡事半功倍 为什么有很多的养殖户进的鸡苗回来质量很好 体质强壮 但是养着养着病就越来越多 死亡淘汰是越来越高 到了30天或者是40天之后 养着养着就养不下去了 一批鸡还没养到一半就放弃了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很多养鸡小白甚至是老养殖户 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给鸡饲养管理 鸡苗干净回来 不知道从何入手 也不知道如何辨别疾病 更不知道怎样合理的用药 导致疾病越来越多 一进鸡苗回来 不用休息两个小时 应该马上到进保温室 立马给鸡用葡萄糖饮水 开水之后马上开始 从一到第四天 一定要做好大肠杆菌 沙门士菌 霉菌 陷阱胃炎的防治 第二根据当地的疾病流行情况 按时按点正确的 做好相应的预防程序 但前提条件是 要做好上面一到四日零的防治工作 否则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 五到七日零用大光 林肯梅素做好 脂原体的预防 脂原体控制不好 这批鸡注定就养不好 如果有白色分辨 黏住屁股就是白粒 第四 鸡出现饲料变 原因有以下几种 腹部受凉 残炎 腺肌胃炎都会排饲料变 第五 做完疫苗之后 24小时可以用西药 12小时之后可以用中药 第六 鸡发生球虫时 比较喜欢吃碎料 或者是粉碎的饲料 如果粪便颜色类似于巧克力的颜色 应该考虑是不是球虫在作怪 第七 新肠液 多鉴于拉黄白绿色西变 同时拉白色西变的这种鸡 多鉴于瘫痪 第八 大肠杆菌的药应该上午用 早上鸡肠道的菌群不活跃 呼吸道药应该下午用 效果比较好 第九 粪便呈现浅绿色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不是有病毒病 或者是大肠杆菌 如果粪便是黑绿色 应该考虑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毒病 第十 有腺肌胃炎或者是病毒病混感时 不要做疫苗 很容易造成病疫失败 现在养鸡没有经验 没有方法 养鸡是难上加难 这十个小妙招式养鸡的重中之重 值得你反复观看五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慢慢看 养殖业风暴再次宣起 这三种养殖户已经无力回天 我们都知道国家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重点建设生态环境工程 严抓各项环境问题 尤其对于城市里的工厂 水污养 空气污养 噪音污养等等 很多的污养员 当然农村也是有很多的污养问题 尤其是农民的自建养殖场 以后农村的这三类养殖场将要保不住 要被村尾查封 养殖户趁早做打算 一、建设在居民区边缘的养殖场 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大大小小都有一个院子 而且它的占地面积还比较大 有的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一个小型的养殖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鸡圈、猪圈、羊圈 而对于这些排泄物养殖户基本不处理 有的鸡鸭儿还跑到别人家的大门口 拉了一地的鸡粪 每走一步都会踩到 尤其到了夏天味道很重 严重的影响到了别人 遭到不少的投诉 村委会对这一类养殖场进行检查 严重不符合规定的要做好被查封的准备 第二、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该任何建筑都是需要经过合法的程序审批之后 才可以实施的 有的农民不知道以为自己家里的地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建了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养殖场 但是他们不清楚 这类养殖场是违规的 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财产 国家开始整治农村 统一规划 对于这一类没有合法手续开设的养殖场进行整顿 第三、滥用药物的养殖场 动物吃了会变胖可以缩短饲养时间的 幼稚看起来宣美 卖出的价格也高了不少 为了自己获得高额的利用 给家庭滥用药物 威胁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对于这些养殖场一旦被查到 就要面临处置 总之这三类养殖场要注意 不管是因为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严抓 还是对于农村的统一规划 总体上来看 都是为了建设美好乡村发展经济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被查到了就要封场 家里有这三种养殖场的 要做好心理准备 养殖场终于可以拿到补贴了 国家拨款所有的养殖户 只要拥有这三个证件 就可以申请养殖补贴了 谈到补贴 很多养殖户避免不了抱怨 整天都说有补贴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益过 其实很多养殖户 并不了解补贴的政策 就算是知道了 也不清楚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又该如何申请呢 但是大部分的养殖场 都是因为证件不全 就去申报补贴 结果都是申请失败了 那么要有哪三个证件 才可以申请到补贴呢 只要有以下这三个证件 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一般都会申请成功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不容易滑走你又忘记了 一、养殖备案登记 很多人都想通过搞养殖 提高自己的收入 见识养殖场是不能够随意修建的 不管是个人养殖还是随意修建 养殖场都是不能够随便修建的 都是需要进行备案登记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辖区内养殖场的备案工作 一般是由畜牧受益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写清楚养殖场修建的地理位置规模 养殖家庭的种类 然后由农业主管部门进行考核 一般是在15个工作日内考核时间 第二是防疫合格症 是为了防备动物之间的大范围传播 同时也是为了降低养殖的风险 也是很容易被养殖妇忽视的一个证件 这个证件是到当地县级受益主管部门办理的 这个证件详细规划了动物饲养的地址 隔离措施、无害化处理以及养殖场的布局、选址、试施、 试备等条件 第三 养殖档案是我国从事养殖业必须的一个证件 养殖档案包括养殖的品种、数量、种苗的来源 以及进出栏的记录、饲料药物的名称、种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这三种证件齐全的养殖户想要申请补贴 要向当地政府和受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有关部门会在20个工作日内 会完成相关的材料审核以及现场的考核 合格之后会发放补贴 如果没有以上这三种证件的是无法享用国家各项优惠补贴的 更不能申请养殖补贴